早期白米社区中住着数十户的居民 初产制造水泥原料的白色矿石 产量为全国第一 因此俗称白米社区 白米不是只吃的白米哦 之后便以初产木鸡为主要产业 直到现在木鸡那独特的 咔啦咔啦声依然是许多人怀旧的记忆 来到这儿可以体会当地人对木鸡 是多么情有独钟 展示馆由台肥旧宿舍改建 仍保有当年由居民就地取材 用当地石头拼贴而成的壁画 相当有特色 这里不仅展示许多色彩缤纷 且特别样式的手工木鸡 也有定做木鸡的服务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